据华尔街日报6月27日的报道 知情人士消息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AI芯片实施新的限制 报道称 此举将是对去年10月宣布的出口管制措施进行编撰和扩大的中版规定的一部分 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国打造AI实力的能力 美国商务部最快将于7月停止向中国客户运送英伟达和其他芯片公司生产的芯片 去年9月英伟达曾表示 美国官员要求该公司停止向中国出口两款用于人工智能工作的顶级计算芯片 为了应对美国政府的出口限制规定 数月后英伟达表示将在中国提供一款名为A800的新型先进芯片 其为性能低于美国商务部规定门槛的降级版芯片 英伟达还在今年年初调整了其旗舰H100芯片以符合法规 不过美国商务部正考虑的新限制将禁止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A800芯片 一些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还称 美国政府也在考虑限制向中国AI公司出租云服务 这些公司已利用这种综立安排来规避对先进制程芯片的出口禁令 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近日暗示 如果上周国税局举报人所说的司法部干预拜登之子亨特·拜登调查的说法被证实属实 国会可能会对司法部部长梅里克·加兰展开弹劾调查 上周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了对两名国税局举报人的采访记录 他们声称 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税局官员 在对亨特·拜登进行调查期间做出的决定似乎受到政治性影响 加兰否认了举报人的指控 他说 我当然理解有些人选择攻击司法部及其组成部分和员工的诚信 声称 我们不会一视同仁地对待类似的案件 这构成了针对一个对美国民主和美国人民安全至关重要机构的攻击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来办案 他还补充说 联邦调查局 美国法警以及缉毒局 烟酒枪械管理局的特工 保护美国人民并确保其安全 我们的案件是以他们的工作为基础的 与他们合作 我感到非常自豪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月28日重申 预计今年将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并为美国劳动力市场降温 并暗示不排除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连续两次加息 鲍威尔还表示 美联储官员们尚未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加息 也未决定是否会在此后的会议上逐次加息 鲍威尔强调 下一步加息行动将取决于数据 利率期货数据显示 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在7月一席会议上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在80%以上 到今年底 共再加息至少两次的几率不到23% 美国联邦监管机构6月27日发布报告称 美国政府的新冠救济金计划中 可能有超过2000亿美元被诈骗者领取 报告指出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 因急于发放资金而疏于监管 与政府新冠病毒经济伤害灾难贷款EIDL 和薪酬保护计划PPP相关的救济金发放中 至少有17%被支付给了潜在的诈骗者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SBA将资金发放给受疫情影响的小企业和雇员 这两个疫情纾困项目上合计 共发放了约1.2万亿美元资金 EIDL项目被诈骗的金额超过1360亿美元 而PPP项目被诈骗的金额则超过640亿美元 SBA对监管机构提出的数字表示质疑 称监察长的计算方法严重高估了欺诈行为 该机构称 其专家估计潜在的被骗金额为360亿美元 超过86%的潜在欺诈发生在2020年 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调查与援助项目有关的欺诈案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